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真实影像 一代宗师叶问的弟子刘汉林 1972年的6月份 与病魔作斗中的叶问大师 担心这个永春泉的未来 让他两个子女来拍摄这段影像 两个月后叶大师去世 老爷子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 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传武大师 各种踢馆被虐 弄的是乌烟瘴气 视频的后方我还会安排几段 踢馆失败那些丢人的玩儿呢 咱们不用保留面子 尽情的嘲笑他们 为什么 咱们今天讲一讲 武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上级级我也说过那么一段 我说啊 还是用多用于强身舰体 由于那个实际原因呢 我就没有多说 武术对咱们国家来说 那是一种文化 往大了说 武术只分为两种 第一种文武 就是多用于强身舰体 第二种叫武将之武 什么意思 用于保卫国家 到了民间呢 史书有记载 叫武有其德 也叫武德 第一条就是劲爆 还有安民 和众 风才 就是用武术的形式 以仁慈忠厚 善良和爱心 来带人接物 处理人际关系 这是武术的本质 武术也叫积极 要求啊 智取为主 避免杀人取命 还有咱们经常看到 这个抱拳礼 这有什么意思 就是以和平友谊为宗旨 右手握拳 左手盖拳 四指并拢 寓意是四海武林 团结奋进 曲左手拇指 寓意虚心求教 永不自大 永不自大 真他妈打脸 现在看到也是一段资料 八卦掌 哎呀 这招挺毒啊 这个蛋呢 一抽抽 永春拳踢馆呢 咱们整完了 再把八卦掌 上活 这个掌法 刚才咱们也领略到了 为这个职业选手担心呢 这个蛋蛋的忧伤 千万不要出现 我操 东西是好东西 让这帮玩呢 弄个稀碎 打的是干呀 真正的行李人 是不会除了扯这个蛋的 所以啊 尽情的嘲笑他们 永远记住那句话 咬人的狗 从来不叫 这一位 这个视频下方写着呢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啊 号称打败他的 可以拿到十万元的奖金 有着发财机会 老铁门 爱他我一下啊 打职业拳手 我不行 打这个 我跟你说 哎呀 我天 你看这四叔 白瞎的钉子裤了 下边